现在农村 大部分青桌都是未出不公 走成种植效益比较低下 当时我看餐料上不去 我就有点心疼 所以说我想到了城堡土地 我最初是城堡的三百亩地 一夜之间我的小妹全部被风吹到 而且又早出了暴灾 那父亲也是严寒热利跟我说 这个孩子咱不种地了 赶紧退给人家吧 我看这个风险太大了 做门门也是有赠有赔的 那么种地一夜的风险 这也是整场鲜巷 最终我的这个劝点效 我为家人又充钱鼓起勇气 我是从2013年3月 注册成绩的这个甲庭农场 当时注册的时候 也是我们德州市第一家甲庭农场 那个注册了甲庭农场以后呢 我就具备这个发展资格了 以后和一些科研院校合作啊 还是和这个神农企业 这个合作啊更好一些 可以吃种植养植加工 可以把这个餐料进一步拉长 对墨井莹呢 这应该是最原始人的那种 管理模式 管理下这些土地 要资不多钱 必须这个采用这个 显评中 显技术 就是向这个评中有效益 向这个科技有效益 有点网囊 你看那采集什么措施啊 我看这个这么人 我为这个人啊 这种地装模案 他一个月 我广告我打电话 就打十了次 问一下显评中 显技术 显技术方面 你可玩小美吧 用这个款服警官 打肥后衣 丙虫害的 丙虫草害的总和方制 通过这些技术 一个能提高残量 提高这个小美的品质 你叫给他种 残量比我自己种还要高 自从报给他以后也 我这个收入比原先提高了 作为一个农民 能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能受到动力渐渐 这是我多么也想不到的 要想是我们的粮食产量 再进一步的提高和上水平啊 在基层啊 我们那边啊 就应该更多的发挥 想为了动 这样的家庭农场 和重量大户的作用 今年取得一个丰虫 明年 等于取得更大的丰虫 我相信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指示下 我的家庭农场这条路啊 肯定会越走越快 在哪里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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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